新北市连续两年被智慧城市论坛组织评选为全球顶尖的七大智慧城市 还是今年亚洲唯一的入选城市 ICF共同创办人暨主席也特地来台进行围棋两天的密集的查访 借此来评比出年度全球最佳国际智慧城市的最大奖项 新北市连续两年获智慧城市论坛组织评选为全球顶尖七大智慧城市 更是今年亚洲唯一入选的城市 副市长陈先贤在新北智慧城市成果说明记者会中表示 新北市是台湾最大的城市地理环境及人口组成多元 是台湾整体社会的缩影 面对市民在升格后的高度期许 市府一直秉持以市民的需要为中心 亚洲只有台湾我们新北市入选 也就是说亚洲没有其他国家 所以可见我们新北市政府还有各位的努力 全世界都看到了对不对 各位知道我们新北市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城市 我们人口有400万 其中如果算一下我们的外籍劳工 还有我们外籍配偶跟所生的孩子 那里面还有22万 陈森贤同时也感谢ICF对于新北市的肯定 以及企业的参与以及协助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今日的新北市不再是过去首都台北市的卫星城市 而已经发展成为台北都会的多核心都市 并且向成为国际性智慧城市的目标迈进 希望让新北市的产业转型从劳力密集的传统制造工业 我们把它转型成是一个高知识密集的智慧型的产业 并且把新北市打造成为一个既智慧创新的一个平台 而为了能完整呈现智慧城市的愿景 新北市政府在10月2号以宽屏建设 智慧政府 智慧教育 智慧生活 知识工作力以及创新 环境永续 行销推广 缩短数位落差等八大面向 在市政大楼一楼进行展示 使ICF的主席能实地感受到新北市对于智慧城市的重视 投入以及场观学研各界携手合作的成果 谢方江市府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